Alexis McAllister joins the Reds 那六普成功以4500万英镑的价格 买下了这一名世界杯得主Alexis McAllister 惊吓的第一笔签约正式完成了 六普的重建之路也正式开启 马上进入本期的视频 来聊一聊这一名新影员Alexis McAllist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ABT足坛YouTube频道啦 那如果你喜欢我接下来分享的这些内容的话呢 不妨呢为这个影片呢点个赞哦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本频道的朋友们呢 又是支持六普的这些球迷朋友们呢 也麻烦点下一个订阅按钮呢 支持支持一下本频道啦 那六普呢已经正式官宣这个McAllister了 其实呢早在这个星期一傍晚的时候呢 Fabrizio Romano这里呢就已经发布这个贴文呢 表示Here we go啦 那当时候呢我就马上开电脑呢 开始去写这一支影片的这个稿子哦 那McAllister这个家门呢 我觉得呢有三点呢 是非常值得我们球迷呢去期待的啦 那如果你了解本频道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呢 都知道呢我们等一下呢就要打开这个Excel Sheets呢 来做出一个比较这样子啦 那今天我们要比较的这个球员呢 会是这个Kurtis Jones呢 以及这个Jordan Henderson哦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以六普呢近期的这个战术更换呢 作为这个基础作为这个考量啦 虽然呢我们不知道下一个赛季呢 会不会回到克洛普坚持的那个433的阵型哦 但是呢我们就以最近的这种 343啊或者是352的这个阵型呢 作为这个基础作为这个讨论的这个考量这样子啦 我们在这个战术版上面所看到呢 就是现在呢 六普呢大概的这种平均站位这样子啦 Robertson呢会变成这个第三中位这样子哦 Fabinio还有这个Trade Alexander Arnott呢 会去形成这个双方中的这个状态啦 那前场呢就是由这个格洛普去后撤呢 沙拉呢去插上这样子啦 那基本上McAllister这个家门呢 我觉得不太可能呢会去取代Fabinio呢 跟这个Trade呢形成这个双方中的样子哦 所以呢最有可能的呢 当然是会去主打Jones啊还有Handerson呢 这种8号呢还有10号的这种位置这样子啦 因此呢这一次的这个比较呢 就是放在McAllister还有这两名球员的这个身上这样子啦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马上呢切换到我们的这个Excel Sheets上面哦 那我们先从最基本的这个数据呢来谈吧 就是这个进球呢还有助攻啦 那McAllister呢本赛季呢其实一共呢打进了这个10颗进球哦 但是不要着急啦虽然说呢纸面看起来呢 比这个Jones啊还有Handerson呢来得多非常非常的多哦 但是呢其中6颗呢其实是来自这个点球啦 运动战上面呢其实呢只有3颗进球哦 另外一颗进球呢是来自这个自由球啦 一个Direct Free Kick这样子哦 所以在这里呢我就特别的去抓了这个 Non-Penalty XG的这个数据啦 撇开这个点球不说啦 McAllister呢在这个运动战上面的这个预期进球值的XG呢 是高达7.3哦 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呢是证明了这个McAllister呢在门前呢 是勇于进行打门啦 可能这个打门的质量呢并没有特别高哦 因为呢Byright来讲呢应该会打进7颗进球这样子哦 但是在运动战上面呢只需去打进了3颗进球啦 但是呢我们这个XA呢这个Expected Assist呢 也就是这个预期助攻值的话呢 这也是有4.3哦 那这个助攻数呢仅仅只获得了这个2颗啦 那目前呢这些数据看下来呢 其实都是Lee啊这个Curtish Jones啊 还有Jordan Henderson哦 也就证明了 在这个布莱顿的这个体系当中呢 McAllister呢作为这个进攻的这个发动机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这样子啦 那基本的数据我们看完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去聊一聊这个McAllister的三项特点啦 那第一点呢要特别聊的呢就是这个Ball Retention啦 也就是这个保持球权的能力哦 或者如果你简单来讲的话 你可以把它看作成这个护球能力这样子啦 那这里的这个数据呢 其实是我自己呢 还有一位Data Specialist啊 我们一起计算呢 还有确认过的啦 配合起这个球员的这个触球的次数呢 以及这个丢失球权的这个次数呢 我们计算出来哦 McAllister呢平均每一场比赛的85%呢 都是不丢失球权的哦 那Curtish Jones这里呢有84%啦 这个护球能力呢看起来也是非常不错啦 Jordan Henderson这里呢 是稍微比较弱的那一方啦 但是呢也有82%的这个护球能力这样子哦 那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呢 McAllister呢这个 数据呢是完美力啊 Jones还有Handerson啦 不只是在这个Ball Retention上面哦 连这个Dules Won啊 就是这个球员的对抗呢 也是非常漂亮的哦 平均每一场比赛呢 赢下了5.5次的这个对抗啊 成功率呢是有58% 我觉得非常非常之高哦 Jones的护球能力呢 虽然说是非常不错啦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对抗方面呢 其实只赢下了3.6哦 成功率呢也只有46%啦 反而Jordan Henderson的这个成功率呢 是比较高一点啦 有50%啦 但是呢这个对抗的次数呢 平均每一场比赛呢只有1.8次哦 那论成功率来讲呢 Jones啊还有Handerson呢都没有比Macallister来得高啦 次数呢也没有像Macallister呢这么的惊人哦 所以呢这里呢Macallister的护球能力呢 真的是非常高的啦 那另外呢还有一项数据呢 我是没有放在这个Excel Sheets里面啦 也就是根据这个Optar的这个数据显示呢 Macallister本赛季的这个turnover rate啦 尤其是这个丢失球权率的这个数据呢 是15.7%哦 英超中场的这个平均值呢 是21.7啦 所以Macallister在这里呢就少了6%咯 可见呢Macallister呢在护球这一方面的这个能力呢 是非常好啦 也是六普呢 目前整个中场呢非常欠缺的啦 因为本赛季的中场呢 非常容易的丢失球权的 直接让这个对手呢打一个防守反击这样子哦 所以Macallister的这个加盟呢 在护球能力的这一块方面呢 就跟我们以前的这个Genie Warnolden有点像啦 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值得球迷们呢去期待的啦 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playmaker啦 创造型中场啦 Macallister呢是否是大家所梦寐以求的这个创造型中场哦 那我们这里呢我们就拿这个key passes啦 关键性的这个传球呢 以及这个传球进入敌防山区的次数呢 来做一个比较这样子啦 那如果我们以这个关键性传球来讲呢 Macallister呢是三名球员里面呢最多的哦 本赛季呢一共有47颗的这个关键性传球啦 但是呢如果把球呢传入敌防山区来讲的话呢 Jordan Henderson这里呢竟然是最高哦 当然Macallister这里呢其实也差不远啦 151以及这个158的这个差距呢 其实并不是很大哦 所以呢呃其实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我们好像有点少少呢 呃不珍惜这个队长的这个贡献啦 那如果我们看下一个数据呢就是这个shot creating action哦 也就是制造出打门的机会的这个次数啦 Macallister这里呢还有Jones呢其实是差不多哦 就是平均每场比赛呢大概呢都有3.3次的这个动作呢 为这个球队呢转化为一次的这个打门哦 那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Jones呢真的是非常适合目前的这个体系啦 因为他这个shot creating action呢是非常之高的哦 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啦Macallister在这里呢 对于这个布莱顿球队整体的这个进攻参与度呢也是非常高的啦 不过呢让我惊讶的呢其实是这个Big Chances Creator这个数据哦 真的是大吃一惊啦Macallister本赛季在阴朝呢 竟然只创造出了4次的这个绝佳机会啊 反倒是Jonah Henderson呢在本赛季呢为这个六普呢创造出了 7次的这个绝佳机会啊又让我感觉呢我们好像真的是 不太珍惜队长的这个贡献哦 不过呢如果你看到他只创造出4次的这个绝佳机会 我们拉回这个XA来就是这个预期助攻值的话呢 诶你可以看到啦Jonah Henderson虽然所创造出了7次的绝佳机会哦 他的这个预期助攻值呢只有3.2啦 那Macallister呢创造出了4次的绝佳机会呢 他的这个预期助攻值呢是有这个4.3的啦 所以一方面来讲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啦就是Macallister在这一方面 助攻啊传球的这个点呢还是比Handerson这里呢来的比较好一点点啦 那如果我们看有看比赛的朋友呢都会知道啦 Macallister在这个布莱顿呢是非常积极参与这个球队进攻的这个球员哦 也是扛下布莱顿呢创造机会这份工作的主要球员啦 只可惜在这个数据方面呢其实并没有非常好的体现出这一点哦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六普球迷呢还是可以去期待Macallister的这个创造能力的啦 那最后一个特点呢也就是这个中场变色龙啦 6号8号跟10号哦 Macallister呢就是可以胜任呢这三个职责的这个中场啦 那如果我们通过这个WhoScored的这个数据来看呢 本赛季呢16场比赛呢是首发在了这个8号位哦 11场比赛呢是作为这个进攻中场啦 那必要的时候呢有8场比赛呢 其实Macallister呢是跟这个布莱顿的这个Moses Casado呢 形成了这个双防装哦首发在这个6号位啦 那Club呢其实在更换我们的这个战术以前呢就有说明啦 自己呢是想要找一名可以打6号呢又可以打8号的这个球员呢 来去解决6谱中场的问题哦 那么现在呢来了一个Macallister又能去胜任10号位哦 那岂不是更好吗 可能你会讲啦Macallister这个身材有点矮小啦 拿去打这个防装的话呢OK吗 别忘了我们刚刚的比较过的数据啦 在这方面呢Macallister的护球能力呢是非常的好哦 而且防守上呢Macallister呢平均每一场比赛呢都有两次的这个产劫啦 那0.6次的这个断球哦 可能呢并不会像这个Fabino啦是这种破坏者的这个形象哦 直接去铲截啊去打破整个对手的这个进攻节奏啦 但是必要的时候呢Macallister呢也是能够去胜任6号的这个位置的啦 所以呢总结来讲啦三个特点哦 护球能力加创造型装场还有装场变色龙啦 以目前呢我们对于这个Macallister所认知的这些资料上来讲呢 对于6谱装场而已呢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强啦 当然啦你可以去说啦out of possession的这种防守站位啊施压B强啊 或许在这个我做的这一期节目里面呢并没有太多的这些资料哦 那暂时性呢可能会先打上一个问号这样子啦 但是这里呢我们当然就要看看这些教练团呢是怎么去训练这一名球员呢 以及怎样去排兵布阵呢保护好Macallister在这个无持球情况下的这种施压B强啦 总体而言呢我个人呢是非常满意这一笔签约哦 4500万英镑呢以现在的市场来讲呢根本就是一个bargain哦 物超所值啦 那你们呢对于Macallister这笔签约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你们对于这个阿根金润的加盟呢是感到高兴的吗 那6谱装场的问题呢会不会因此呢而得到解决哦 都还你们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啦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吧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分享到这里啦 那如果你喜欢我刚才分享的这些内容的朋友们呢也记得啦 按赞订阅加分享不要忘记订阅我的这个频道啦 那我们现在呢距离这个1.5K的订阅数的目标呢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啦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呢就去按下这个订阅按钮哦 还有开启小铃铛啦 那如果我在之后上传影片的时候呢才不会错过啦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拜拜 拜拜